你可知罪啊 下官知罪 楚州府 本官告诉你 你贪腐一事 本官据实上奏 今日堂上只问张清一案 你要据实回答 下官不敢隐瞒 你凭什么判断 那江家燕 就是杀害丈夫的凶手 大人 邓宁并非下官亲自审理案情 是那同伴张忠义 承办主审的 那在落案状上 用印的又是谁呢 本官问你话呢 正是下官 人命关天 当时有无复合 没有 事后可上报行不 也没有 既无复合又不上报 你凭什么敢用印呢 这个 实话实说 本官告诉你 我念你现在还是官身 给你存些个体面 如若不说实话 定不容惊 下官愿说 那就从十招来 大人 当年张通办 送了五百两文银 说是销毁了文案 就没人再来击查此案 不判死罪问斩 就不用上报朝廷 你收了那银子 收了 你做的好官哪 下官知罪了 这诺大的元通记 怕是也不止那贝杰的区区一千根金条吧 说得对 元通记以往的金条上边的印记都是横斜 而这批是其心筑并未在市面上流通 我问你 丢失的金条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身为朝廷命官 大明律略之一二吧 我告诉你 李平 就凭通匪这一条 你就活不了 好 本官啊 给你纸条出路 认识这个吗 这是从你们家里搜出来的 著名的太刀学刃 切金断玉 发吹过 杀人不见血分猴 我大明律明文规定 不得私藏武器 更不允许走私外翻兵刃 这刀你哪儿来的 我就是从一个私藩那儿买来 谁 我哪儿记得清楚啊 你可得记清楚了 关系重大 我告诉你 李平 星化寺老和尚 就是被这把刀杀死的 还不说 李平 不仅涉嫌通匪 而且还涉嫌杀人 我没杀人 我离儿了 暴露到我身上 我离儿了 还不过 我离儿了 我离儿了 你们之后 有什么离儿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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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 离儿了 你们许他 他们绝对了 此人 他要拿出乡 人食指俱黑 蚝内弹色 蹊跷出血 使贺鼎红 都是我不好 连累着先生 这不能全怪你 也是我疏忽了 就是怪我 我昨天要是留下就好了 你个没用的东西 既吃不计打 脓包 软弹 绝依 这是何苦啊 你还睡觉 我昨天连累着 是怎么交代你的 你还睡觉 睡觉 连累了先生 你 刘大人 丞相有请